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香港新闻台 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爱国者治港下的新制香港立法会选举 即将在19号登场 在民主派缺席下 民调显示选情低迷 多数的民众都没有投票的意愿 有专家分析 香港选举将人大化大陆的选举风格 未来恐怕将成为香港的主旋律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有香港受访者接受采访时表示 以往投票时总是一大早就去投票站 但是面对到12月19号 这场香港政府推出的爱国者治港原则后的 第一场立法会选举 却显得有一点犹豫 该受访者表示 在路上看到候选人拉票 心中真的觉得跟自己毫无关系 这是从成年有投票权之后 从来没有过的经验 报导指出 2019年年底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投票率高达了71% 创下了香港选举史上新高 该名受访者表示 当初自己在英国念书还再三地确认行程 为的就是要赶在选举前回到香港 但是今年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了 相较于过去的几次选举 周末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是一场相当不一样的选举 在香港国安法施行以及选举机制大幅修改的影响下 民主派人士难以通过候选资格的审查 以至于民主党公民党等香港传统民主派的政党 都没有派出候选人来参选 对于香港政府来说 新制选举得以防堵反中烂港人士来参选 让选举更加的完善 但是在许多香港人眼中 香港民主已经在倒退 在选制调整跟民主派人士的缺席下 许多香港人对这一次的选举异性阑珊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12月7号公布的民调指出 大约有51%表示会去投票 不会去投票的人占了约36% 投票意愿创下了民调举行30年来的新低 同时也有将近五成的人表示 地区只选候选名单当中 并没有他们想要支持的人 根据过去的经验 实际的投票率往往会比选前民调来的更低 以2016年同类型的民调为例 当时有83%的市民说会投票 但是最终的投票率只有58% 香港政府除了指出煽动他人不投票 投废票皆是违法行为 并因此拘捕了10人之外 他们也寄出了许多明显打算冲高投票率的措施 像是首次在选举日当天开放免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以及在香港及大陆边境设立票站 让人在大陆的香港选民能够快速通关投票之后来返回大陆 无需进行隔离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在受访时指出 其实香港政府也知道这些举措可能不太有用 但因为中央在意投票率 所以他们什么方式都得要去做 本月6号中国国务院港澳15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公开表示 这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对落实爱国者治港等具重要的意义 并表示投票一试反映出了人们对一国两制的坚定信心 蔡子强认为夏宝龙此番的发言 让香港政府看到了中央对投票率的重视 他也提到这一次选举另外一个重点 则是香港选举的人大化 他分析港府把中国人大跟政协的选举模式搬到了香港 强调的是候选人的代表性跟不同的身份背景 这些是过去香港人不太关心的事情 过去的选举当中即便是选出来的全都是律师 或者全都是中产阶级 香港民众一般不会太在意 因为他们注重的仅是选民投票的结果 蔡子强认为用不同的背景跟身份来强调议会的多元化 并且透过这样的多元性来佐证议会的代表性 是这一次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重要特色 然而议员身份的多元不一定会变成议会当中的多元见解 随着民主派人士的缺席 分析也预期 未来在香港立法会当中反对声音将会消失 他表示国内的投票最重要的其实是提名的过程 选举投票本身不一定很重要 现在香港也一样 毕竟拿不到提名也就没有机会参选 根据港媒星岛日报消息指出 在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前夕 港府逮捕了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 指控他上或他人在选举时不投票或者投出无效票 消息指出香港廉政公署日前逮捕了苏俊峰等四人 指控他们涉嫌违反选举条例 据了解苏俊峰涉嫌转发了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 在脸书上面呼吁选民投无效票的帖文 港府此前修改了选举条例 禁止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公开的善或他人不投票 或者是投出无效票 否则将会面临到最高三年的监禁跟20万港币的罚款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指出 在中央政府被指全面控制这场选举的情况下 也有海外流亡人士呼吁港人投白票或者是不投票 对这一次完善选举做出消极的抗议 香港当局16号在落案起诉两人 控罪指称他们在其社交平台转载前立法会议员 流亡海外的许志峰的贴文 目前香港累计已经有10个人 因为涉及到善或他人投白票或者不投票被拘捕 另外多年来分析选举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 马玉、蔡子强同一天表示 今后将淡出选举的评论 报导指出香港连署15号大张旗鼓的拘捕三男一女 传媒指出被捕的人士包括了前中大学生会会长苏俊峰 鼠方早前也正式的通缉许志峰跟邱文俊 指出两人涉嫌社交媒体推出帖文 呼吁他人投白票或者是不投票 而多年来分析选举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 马玉跟蔡子强16号也表示 今后将淡出选举的评论 他们指出现有的框架不足以理解新选制 又提到政治分析虚实多年 一代人做一代事认为要交由下一代来负责 蔡子强表示 未来香港的选举会是全新的事物 选民投票在选择时面对到较多的限制 例如相当大部分民主派都没有参加新制度的选举 以往透过选举的结果数据来解读民情的专长 将来未必继续实用 他相信未来选举的结果由评估民情变成了反映中央制港的方针 需要新一代的评论员来做 马月则认为选举制度改变之后 制度逻辑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与顾网他们对特区政治的研究有所不同 制度的分析需要持续多年 他相信2021年的选举制度也要花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他提到这一届选举的特别现象 是大家都关注投票率多于选举的结果 他预期无论最终投票率为何 各阵营都会有各自的表述 得出了合乎自身立场的结论 中国微信群组出现了匿名人士 悬赏1万块的英镑 来征求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以及前英国驻港领事馆职员郑文杰的住址 目前英国大都会警察已经着手进行相关的调查 综合媒体报道 英国日前发生港人与中国人流血冲突事件 当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还报道 华人怒咒港独 打人的是伦敦当地福建联合总会的中国人 郑文杰还被污指参与了斗欧事件 此事件之后 中国人的微信群组里就出现了征求罗冠聪 郑文杰地址跟工作地点的现金1万英镑悬赏 还附上了一张两人跟英国国会议员一起参加活动的照片 根据英国媒体的消息报道 目前罗冠聪跟郑文杰已经占避风头 郑文杰表示知道这个事件之后 就马上通知了英国警方 他们已经着手进行调查 他认为此前发生的港人跟中国人流血冲突事件 就是新冠疫情导致华人遭到歧视的情况增加 北京方面利用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 将歧视转为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偏见 然后再借反歧视之名来洗白 罗冠聪则是在脸书上面回应 自己在推特上面以唐人街袭击事件为例 来分析中国的统战工作就立刻引来了被悬赏寻仇 许多人权团体却因为不了解这些统战工作的性质 选择了跟深宏团体来合作推动种族的平权 其实就是落入到了北京的话术 让他们的统战组织影响了舆论 面对中国大陆互联网企业的快速成长 加上香港交易所放宽上市的规定 最近数年来不少中概股纷纷回流到香港上市 不过中国人工智能商汤集团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受挫 则导致了中概股在香港上市的热炒突然的降温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融资功能也受到了质疑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 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 却为了中概股在香港招股敲响了警号 12月10号截止认购的商汤集团原定在同一天定假 却遭到了美国实施投资的禁令 该集团表示 为了让投资者考虑最新事态的发展跟影响 决定要延迟上市 未能如期在12月17号挂牌 申请认购新股的款项会不计利息的全数退还给投资者 根据报道 商汤计划更新招股的章程 最快明年初重新提交上市的申请 但是股东之一的美国私募基金引湖投资 在投资禁令下面可能需要退股 商汤近年来积极的发展 AR扩增实竞跟人工智能的结合 并且协助中国大陆多个市政府 来进行城市管理跟数码的转型 但是也因此引发了美国的疑虑 美国当局早在2019年 就已经把商汤旗下的一间附属公司 列入到了实体清单当中 限制出口美国的软件跟技术等等 本月10号 商汤更遭到美国财政部列入到制裁的名单 指控其人脸辨识技术 用于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 对此香港金会大学学者麦翠才认为 商汤延迟在香港上市只是个别的事件 不会动摇香港股市的国际融资功能 他表示香港的股市仍然是全球第六大的股市 2021年由于有部分的公司未能上市 首次公开上市的集资排名可能会稍微回落 但是排名仍将肯定是全球十大 甚至是五大之内 是全球最重要的集资地方 香港股市七成以上的成交都是机构的投资者 剩下的三成有一半以上都是国际型个人投资者 也就是说本土参与可能只是稍微高于10% 此外香港也是全球第二大的资产管理中心 仅次于瑞士 但是香港数人大学经济学者袁伟基却没有那么乐观 他在接受香港五线电视采访时表示 香港已经从以往相对政治中立的超级联系人 演变成为了美中角力的焦点 风险增加将导致科技公司对于来香港上市却步 估计部分的公司可能转往新加坡来上市几次 有港媒报导指出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商汤仍然希望能在香港IPO 最快将在今年底前完成 并提到商汤决定延迟上市计划补充更多的参考资料 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 而且投资者对商汤的兴趣不减 有机会吸引更多香港跟中国投资者的青睐 市场消息指出 商汤打算在20号重启赴港IPO计划 并指出商汤集团基石投资者名单为持有9家 认购规模大约有5亿美元左右 如果金额属实的话 基石投资者认购规模较早前承诺的4.5亿美元更多 目前商汤对上市时间表仍然不予置评 谢谢收看香港新闻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香港新闻台 感谢您的支持